我们还有一个医学项目 在这准备跟大家汇报一下 其实已经投过一点钱了 那后期呢 财力各方面 如果 完全迟早是要做的 真正所谓事业 一定是要有工薪的 不是书本上写的 企业 公司 什么完全以盈利为目的 那就可以不择手段了 为达目的 就没有其他的了 主要就是这样 其实 真正的 现在各种模式 抄前的怎么样 都是先聚来人气 这都是后话了 你本着心去做 它自然会来 也就是各种 都是所谓的 抄前 其实都是自然而然 本来就应该这样 我们最早有一个公众号 就是把 就是把医学相关的 音乐 我们到处搜集的 游戏甚至 跟这个相关的一些 线上线下的小游戏 那有条件可以打游戏 都还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娱乐 娱乐就包括各种简单的一种测算 自动回复啊 等等 星座心理学 反正是中国的这一套啊 主要是 眼眺预测呀 心慌 心际预测呀 很多很多 各个时辰啊 怎么样 每日 黄历呀 出门 遗迹呀 反正方便大家生活的 以前都看为很重要的 现在当成娱乐的 我们都暂且归为这 那专业一点呢 就测算 一对一 那不用机器 我们用机器测的那个都是 大概的 而且 现在不成熟 主要是 对人 没有太大的意义 知道 往上会混乱 影响你的思路 有文化理由 那这个就很重要 反正也是理由 怎么不学点文化呢 专门去找一些当地 全国各地 有意义的 这种 艺学 以及传统文化 相关的 主体导向 现实 其实我们个人已经 曾经走过一遭 到哪去一定要有导游 你以后再会 不如人家当地人 传了很多家话 那一方水土 你再怎么了解 书本都没用 你去了才知道 才能感受到 到时候想法就不一样 那么还有 那就是医学的这种 书刊 这种 咨询 行业 那咨询就是测算了 包括企业策划 看这个什么风啊 水啊的 反正就这一系列 真正创立一个医学的基地 把这个公众号 落到实体的网站 或者是加上小程序 那都会有 都很重要 相处